早晨,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早事有計 我們今早請來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王國英Alex 與我們分析大市走勢 Alex,你好 你好 美股連跌兩天後,隔晚道指表現偏遠 收市跌了4點 不過恆子今早可以公開到95點 早段升過100點 Alex,恆子這兩天都在21,800點的水平徘徊 在強勢股轉弱的情況下 恆子要重上22,000點的難度是否很大 其實現在仍是偏強 都在22,000點附近整固 不過今天升上來這陣子 成交比昨天明顯結到是慢了很多 所以正如看,今天下午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波動 我自己看,上五個結算完了 定了一架,788之後下午應該會動 兩邊的風險都比較大一點 其實未必太難的再上回 因為可能這些詳細股好一點點的話 指數可能會上多一點 所以現在看指數難看,今天下午會比較波動 因為今天明顯見到上午的成交速度 其實跟昨天比是相差很遠 所以我覺得和期指結算有少少關係 變成下午就會見到是否可以上多一點 或者有機會下午可能回得急一點 所以下午才是今天的重點 近來科網股、賭業股和熱炒的民企股 都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回落 是否在季節前有資金想獲利離場 你怎樣看這種情況 我想是季節前 現在暫時來說 這些股票暫時跌了這麼多之後 會進入一個整股期比較長一點 譬如騰訊也不會這麼快上去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一個獲利回吐後 沒有這麼快進入場的時候 所以會有一個比較長一點的整股階段 至於長一點來說 我覺得現在都變成了很難猜 因為基本因素上沒有太大變化之下 下跌這麼多 其實很明顯是市場的投資取向 主導股價走勢 所以我覺得暫時 你見不到人回頭的話 暫時都可以等一等 我覺得是會有一段比較長一點的上落時 是的 的確科網股近日都出現了顯著回吐 不少的分析都認為 騰訊在500元這些水平可以買入 不過近來美國的科網股有轉弱的情況 其實親回吐吸納科網股 是否一個好的策略 我覺得OK的 美國的科網股昨晚都已經好一點 不是很好 不過是穩定一點下來 我覺得長遠在我自己都喜歡這個板塊 但問題是在500元的騰訊 都未算是超級穩陣的 但我覺得如果你的組合中 500元是開始賣一點點 我覺得OK的 策略就擺長一點 我覺得這些都依然會是強勢 長遠來說應該是強一點的股份 多謝內銀股公佈了業績之後 表現都好過或者符合市場預期 股價亦都可以升上去 但這些股份的水平仍然是比較低的 其實是否建議投資者 在這些組合中增加內銀股的比重 我覺得不要賣太多 你加一個不是太高的百分比 就沒有所謂 我覺得是 其實你看到 譬如中銀香港就跌了下來 但是中國銀行就上了 但其實中國銀行 因為你跟著都有一些雜資計劃 所以它還可以維持高息 其實最近內銀股維持到派息 其實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因為大陸都會集資 所以其實有一點是數字遊戲 我覺得長遠的看 我覺得都是不厲害的 機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你可能會升多幾個百分比 我覺得是會 有些機會 變成了上升空間不是太大之下 但是你的組合 現在因為其他人買其他東西 比較上覺得不是很遷就的勢 所以短暫來說 這些都可能會繼續是很多少少的 Alex有沒有持有上述的 我們今次有騰訊 今早很感謝Alex的分析 早時有計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